大家好,我是冯武健哥 今天休息了 本来今天想计划跟大家进行一个直播 但是忙了一天 很晚回来给大家录个笑 我发现有一些不运动的朋友 也开始关注健哥的视频了 哪怕不运动了解一下相关的知识 也是有帮助的 非常感谢大家 那么今天就说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无论是对于运动减脂的朋友 还是单纯减脂的朋友 都是有帮助的 我总结了6点经验 这是我运动30年所见所闻所感所悟 得了出来的结果 希望我通过这样一期视频 能够解除大家长久以来 在减肥上的一些困扰 第一个就是水果 有些朋友靠吃水果来减 那是打错特错 越减越肥 我就告诉大家 无论我们在哪个时间段吃水果 哪怕就是吃那么一点点 都可能让你在接下来的两天 停止染指 特别是对于年纪偏大 或者新疼代谢缓慢 以及有明显胰岛素抵胖的这样的人群 吃水果绝对减不了肥 我这里并不是说水果没有好处 对于减肥困难的人群 我建议大家可以暂时远离水果 不要吃 控制住 坚决不要吃 那我也说了 如果每天坚持运动 我每天都在消耗热量 食用水果呢 我们就要适量 一拳头 每天一拳头的输入量就够了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喜欢吃零食 或者是喜欢加餐 因为我们每进餐一次呢 我们就会刺激胰岛素分泌 然后呢 就停止染指了 即便你吃的这个健康的零食啊 现在有很多零食啊 号称很健康啊 这些美味的垃圾食品啊 让很多朋友欲罢不得了 一吃就停不下去 有点像大烟一样 但是你真的想减肥的话 这两样东西一定要戒掉啊 必须要戒 这里我有个经验分享给大家 就是 我们要尝试着用意志力去控制自己 像戒烟戒酒 戒糖一样 因为这个零食啊 很难不受到诱惑 那为了让我们不看到呢 我们一定要清通家里所有的零食 包括你办公室办公桌上的零食 避免视觉环境刺激你 我们叫眼不见为景 对吧 第三点啊 这是一个误区啊 就是说我们 要吃低蛋白 或者是不吃肉 我们才能够减脂 很多人一开始决定减肥啊 第一件事就是不吃肉 甚至认为不吃蛋白质 也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排毒 这非常错误 这个认知是错误的 你的身体需要一定的蛋白质 来重建和修复 如果你把蛋白质的数量减低了 你可能会掉鸡肉 还会脱发 一般来说啊 我每天至少50克 到150克这样的肉蛋类的需求 说实话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我们可以肚酿一下 完全都可以出来啊 断酸这上面都有 比如说我吃100克牛肉 它大概有多少蛋白质 蛋白质的海边 一个鸡蛋大概有多少蛋白质 简单算一下就出来 第四点 很多减肥的朋友 尝试着吃低脂餐 只吃瘦肉 一点肥肉都不会 而且它不用任何的油来烹饪 这很可能会减肥 但是问题来 人容易将这种低脂饮食 形成习惯 时间长了 可可能带来各种见课 我们一定要知道 膳食脂肪 是我们胆固醇和 必须脂肪酸的重要的来源 你把来源给掐掉了 那么身体的健康 自然啊 就会出问题 这第五点啊 很多减肥的人都忽略了 就是你这个肥胖病史的线索 如果我们只关注肥胖人群 当下的情况 很可能啊 会停止不前 或者是这个减肥的进程呢 没有效果 我们束手无策 那么大家可以尝试着回想一下 体重从什么时候开始增加了 或者是什么时候开始代谢混乱 无论你是怀孕的过程中 还是我们受伤了 然后休养过程中 或者是啊 某些生活压力的这样的事件 让我们改变了饮食 改变了生活节奏 那么这些病史的反思 都可以从中获得价值的数据 比如说啊 我们可以想一下 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胖了 当时得了某种病啊 严重的病 比如说哮喘 使用了肋骨唇 那么这个答案就出来了啊 我们找到了肋骨唇 会激增体脂肪 导致发胖 所以我们开始关注肾上腺素的条件 从这个点开始关注 这样我们找到根之后呢 对肥胖的这一现象 我们消除起来啊 就简单的多了 不会茫然 那么这最后一点呢 跟我们运动健身有关系啊 就说我只要胖了 我首先就要运动 但是很多肥胖的朋友们 开始运动 效果也并不好 这就是我们忽略了什么呢 先要变健康 然后减重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啊 那么我这里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也就是说我以前的同事 电视台的同事 都是编导嘛 经常久坐不起 当时的体重是多少啊 140公斤 没听错啊 140公斤 健哥是140斤 他基本上是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啊 很难解释 那么我经常运动啊 我给他制定了一个运动计划 那么一个月后呢 没有效果 没有结果 一斤都没几 我甚至都说 哎呀 很抱歉啊 我这个计划也许对你没有用 但是我这个朋友还是比较有意志力的啊 他选择继续坚持 因为他有信念 他告诉我 他说我虽然没有减重啊 但是我感觉啊 我的精力好了 皮肤也变好了 脸上没有那么肿了 那么这些变化啊 让他有信心在坚持 他又坚持一个月 一个月后 减掉了18斤 100公斤啊 那么接下来的三个月 越来越有信心 减掉了56斤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肥胖群体 本来就处在不健康的状态 身体需要先修复 让代谢啊 机能啊 都恢复正常 当然啊 这需要时间的 所以呢 健康的饮食是基础 很好的生活规律是基础 我们需要啊 有一点耐心 他不是说我一胖一上来 我就疯狂的运动 结实 这样实际上你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这些都反而阻碍了我们减肥的情况 那么很多人都是这样 一开始信誓旦旦 坚持一周没有效果 哎 放弃了 这是不对的啊 我们需要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耐心 包括减肥也是这样 你只有有耐心 你才能够减肥